Hello大家好我是前辈 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回趟安吉 然后聊一下就是茶叶发货的问题 我最近不是帮我爸卖茶叶 我们自己家的安吉白茶 我现在先办一下工 先把茶叶预定的给统计一下 我本来是每天晚上 就是统计当天预定的时候 昨天晚上睡太早实在太困了 我就没弄 现在已经是第三年帮我爸卖茶叶了 我现在其实已经弄得很熟练了 我每次都会弄三个表格 头茶的第二批的第三批的 很清楚 前两年啊 几乎就没有弄错一次 就是少发或者多发这样 我快弄好了 都弄好我们吃个早饭再走吧 嗯 哦对了 我今年价格是跟去年是一样的呀 但是我了解到啊 就是朋友圈人家发的 因为我朋友圈有很多安吉本地人嘛 他们自己家里也有茶叶的 其实今年的价格 这个整个大环境啊 要比去年要涨的 我是跟去年一样 因为我主要是卖给老买家嘛 你知道今年茶叶为什么是会涨吗 主要是天气很好 因为今年天气啊就是 没有很热一下子很热起来 就是平均温度都还蛮低的 就是茶叶是慢慢涨的那种 白化度很好 就是温度相对低啊 白茶的白化度啊越好 然后就是今天放开之后嘛 就客商来的多了 往年不是就很多地方进不来 特别是上海那边 上海去年有多厉害 我很多货都在那里 其实我也着急 一方面过两天要直播嘛 一方面茶叶也快采了 我们家也快了快了 嗯 茶茶公我妈跟我说是明天就到了 应该就这几天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天气真的挺冷的 我们山里天气更冷温度更低 反正就是不要急让茶叶慢慢涨啊 你急着采也不好 那风味还不够呢 呃这个麦片我们25号下午直播间会上的 很多人问我这个 这个就是当个方便早餐挺好的 这个或是刚刚到稿呢 他们刚刚到稿 而且特别特别非常非常的新鲜 就跟我在澳洲买的一模一样 就是直播间可能不能说 就是说如果你在身材管理就是 减肥期间的人啊 嗯 吃个当早餐也挺好的 直播间这些话都不能说的 直播间很严的 你的减肥瘦身这些词都不能说 不能说不能说 防晒都不能说 我天哪 防晒这个词都不能说 只能说防太阳 防不胜防真的是 我们已经被扣分了 对之前就说这些词被扣分了 我现在慌了一批 看好不好看 其实成人的话3块其实差不多了 小孩子吃2块 小孩子可能有些小孩子很难吃 那是你小时候吧 水果不一定用这个 另外酸酸甜甜的水果都可以 小孩子喜欢吃的 不放都可以 也可以放那种巧克力了 我上回在澳洲市的时候 我是放那个巧克力加坚果 也挺好吃的 它这个麦片就是说很香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肚子饿的时候 在澳洲的时候就干嚼的 干嚼也很好吃 所以越嚼越香的 但这种香不是那种香精味的香 或者调料味的香 它这个麦片原始的香味 对它是没有什么添加物的 也可以半酸奶 你也不用牛奶也可以 你只是用水都可以 我之前不是说人家用这个做蛋糕吗 前天晚上弄好 弄冰箱里面 用那种乐磕乐磕的那种玩乐 做好 第二天吃 我下次试一下 我先直播之前 前一天晚上先做好 第二天看一下 这个麦片我们在25号下午1点直播会有的 然后我们到时候也会上油梦笋 今年我们本地油梦笋的预售 因为我们也是今年天气冷的关系 就是本地笋涨的特别的慢 它量很少 就是导致现在价格奇高 所以很多现在烤笋的 他们都是在用那个江西笋 就是江西笋发过来 发到浙江再烤的话 它会隔一天时间 它笋的鲜度和嫩度 就比不上本地笋 所以我们的话 还是尽量等本地笋再上了 我们再开始卖 所以直播的时候它不是现货 是预售的 是预售对 因为我自己油梦笋 都已经卖了有三四年了 其实我都有一些认识的靠谱的厂家 去年那家就非常的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老买家的回馈 反馈回购率都很好 所以我们就坚持用我们本地西口的笋 去年那个笋好嫩 里面如果要放水果 一定要放一点酸酸甜甜 这样口感风味会比较丰富 这个树木药 其实我平常不爱吃的 但是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还好 特别薄 你过一会儿你感觉更薄 它发脏了我感觉 近几天都是这样子的天气 也好也不好了 五百名处有视频监控 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好最大这个天气温度不高 我们现在有几次安吉 在信用这边 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发货的那块地方 现在街上就有很多人 拿着茶叶来卖了 他们拿着茶叶 旁边就会有人站着 就看一下他们的茶叶 摸一下看一下 也会很辛苦的 这两天下雨 其实上筛摘茶的话 还算是蛮危险的 然后现在这个地方 是很多外地的牌照都有了 我们宁波的也有 我看到了 杭州的有 苏州的还有 干 干是江西 江西 好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京东 问一下今年的价格 快递价格去谈一下 我们就问两家 一家京东 一家顺丰 这段时间人还要多呢 嗯 因为现在还是少 少量上市 嗯 嗯 很多 很多地方还不能在 反正至少我们山里面 就没有这么快递价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们是一家吗 应该是一家 一家的 我先拍个照吧 这个价格表 今年的快递价格比 去年比较高一点 因为发的人多了 折扣 他给我少了 嗯 我让人太长了 我有准备 所以说我俩还在跟方才加点 你俩的扣点 不老了吗 你快个住了 你不要再帮了 你都搬了这么远的地方 他刚才他最热的地方 嗯 就没有站顶 来顺分问一下价格啊 这个站点好像是新开的 里面都是新的 什么 顺分这边价格还是有一点高 我们还是发京东吧 不是他就是一点都长不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啊其实现在发货的人 你就能看到 不多 现在我们刚刚走过去很热闹那一块地方 很多叶子都是安徽那边的叶子 这个不是我乱说的 确实事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本地这边的叶子 这要么是这个时候 他们都是直接预定出去 老顾客直接定走了呢 就跟前辈他们家这样 对 要么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嘛 现在茶叶真的就是长得挺慢的 茶供都闲着了现在 抓紧时间在服务区吃个饭吧 早上早上没吃 我是吃了一点麦片的 我还点了个这个 你是真的 前辈您说好要下一百来 能下吗 你这样能下吗 再说吧 我的面可贵了呢 我的来了 好谢谢啊 还有什么 没了 没有啊 嗯 嗯 馅滑蛮多的 对啊 哇 下面是已经拌过了 看上去蛮好吃的 这是笋丝 面太少了面太少了 哇 感觉蛮好吃的 它这个是那种 换衣的东西啊 还有虾 我这一份是会有一家78块钱 出了个会 好质疑吧 刚吃完没多久 小豆说不开了 要先睡一会儿了 你有没有睡觉 我在睡着 你睡得着吗 这个红杯糖 你睡得着吗 后背太厌了 那我那天不就这么睡了 就这个 现在这个 早一点薄了 嗯 薄了太薄了 这段时间都是冷空气 我去年是有他们快递的联系方式了 我微信联系他们 有些说不干了 有些就说他们不在安吉这边了 去年也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过来安吉这边支援的 本来是发货之前去那里快递问一下就行了 我想着还是提前吧 在发货之前先去把快递的问题给解决了 这样提前做准备 我心里比较踏实一点 准备 准备 主理 准备